最近不是打算直播搞实况的嘛 看过直播的同学都知道 就比如两年半的箱子 物质乱七八糟 惨不忍睹 幸好有物品管理模组 点一点顺眼了很多 但有的同学就说了 原版无模组 肩板的怎么办 通用型物品分剪机 每次为家 你只需要往这个箱子里丢东西 那么这些小兔崽子 就会出现在对应的箱子里 别说你们了 我看到这个装置的时候 不行不行 直播的存档必须安排上一个 重要的是它的结构 非常的简单 啥子看了也学都会 装置的设计来源于这位字母哥 首先我们需要这么一块五成三的地皮 红石火把测放 比较器朝前 裤头里的投资器放在火把的上面 然后再往投资器的头头 放置一个朝右的投资器 需要注意哈 投资器是微笑的表情 发射器是张口的表情 同学们不要拿错了哈 接着飘个仪对着比较器 放上一个实体方块 红石火把测放 坑里放上红石粉和中继器 看到这懂的同学就懂了 一旦下面的投资器放入物品 比较器就会激活 红石火把熄灭 中继器熄灭 位于投资器下方的红石火把重新点亮 这个投资器就能自下而上的运输物品了 什么你说你不懂 拖出去喂嘟嘟 来到这里 这个分解机我们就完成了60% 下一步我们来做分解部分 来到微笑投资器的背后 把漏斗按在下面 箱子放在上面 转过去再把箱子放在这里 左边的箱子是物品带分解的箱子 右边的箱子是物品分解完的箱子 胆子还没有完 我们还要在箱子背后按个漏斗 这边是这个分解机的一个单元 后面也是类似的桌 像这样相隔一格的距离 整齐放置朝上的投资器 而每一个投资器就代表着一个分解完的箱子 所以同学们 你想要多少个箱子 你就放上多少个投资器 完事了之后和前面的一样 我们还要在投资器的上面 再放上一个朝右的投资器 如果你弄完了和具比我一样 那么恭喜你 你弄对了 偷偷夸你真聪明 接着来到装置的左侧 和旁边的一样 一路把大箱子放到装置的右侧 没有什么技巧放就完了 所以我们来到装置的背后 像这样对着下方的投资器 按三漏斗 需要注意 漏斗的方向都是朝左的 方向歪了 装置就会出问题的哈 完事了 我们继续用漏斗对着箱子放 来到这里 我们就插两个步骤了 一是在装置的末端 也就是最后一个箱子的底下 我们再放上一个大箱子 背后插三漏斗 那懂得同学就又懂了 底下的箱子 就是不需要分解的物品 你可以拿出来丢了 也可以在下面 做一个垃圾桶处理装置 一句话 你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 最后一步 红石线路部分 在这个方块前 放一个中继器和实体方块 红石粉像这样 对着每个投资器撒一下 弄完了 啊那就弄完了 这个时候 往物品带分解的箱子里 放入物品 整个装置就能启动了 但这还不行 因为我们要精准分解物品的话 我们需要在每个分解完的箱子里 放入你需要分解的物品 大致上 你可以像具备我这样 每个箱子代表一个品类 有矿石的 有木头的 有石头的 看到这你可能注意到 箱子里的分解种类不止一个 没错 这边是它最大的特点 按照一个箱子54格的容量来算 每个箱子 你最多可以分解54种物品 对于单一的物品分解机来说 它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了 但是它的缺点同样也明显 因为每个箱子 你都需要手动填充满 比那不满的话 每个箱子的种类可能就乱了 不过在前期 你可以像具备我这样 在背后的方块上翻个拉杆 打开的时候 物品只会进入到箱子里 而不会进入到下一个分解 单元里 大大减少了装置出错的概率 而至于背后漏斗的数量 按照一个分解单元来算 我们就需要用到三个漏斗 也就是15个铁 箱子越多 铁的数量也就越多 不过嘛 对于它大体上的表现 具有我还是建议同学们 可以去建造一下 毕竟在肩膀板 它同样也可以用 就非常的perfect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播内容啦 吃个精神锅 我们下期再见